抽兩明明是綠燈直行 卻看到一名騎士 從巷子裡頭出來 完全沒在看路 下一秒迎頭撞上 再看一次 當時阿伯騎出巷子 卻是一直向右看 沒注意前方亮起紅燈 直接闖得出來 原來疑似是一名 身穿白衣的妙齡女子 吸引阿伯的目光 讓她當場被撞倒在地 這時白衣女聽到巨響 趕緊回頭查看 仔細看看 這位身穿白衣黑褲的 長髮女身形苗條 雖然手上提著大包小包 但還是回頭過來 想要幫忙相當熱心 聽到砰一聲 靠在台樓起來看 可能是邊騎車 邊看她 然後一直走 因為修理車已經來到 她要到那個潘馬線前面 狹窄巷弄 早就不是第一次發生車禍 發生在18號傍晚 新北市新莊景德路 浮海街口 雙方都沒有酒駕 好在Jamy66歲 陳姓騎士沒有受傷 但由於她闖紅燈 違規在先 雖然被撞 但還是吃了張 1800元的罰單 經警方 掉一路口的監視器 發現 該陳姓中機車 那個闖紅燈 那個才發生這個碰撞 騎士沒有注意浩志 也不看有沒有來車 好在沒有受傷 只是再看一次車禍一瞬間 顧著看妹 遭撞還得吃上罰單 真的是得不償失 記得宋君和慧榮 新北市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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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